要说到韩国权力最大 可以指手遮天的人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韩国总统 或者是控制了韩国经济命脉的五大财阀 而实际上 因为韩国特殊的司法体系 诞生了一个凌驾于总统和财阀之上的权力机构 这就是韩国检察院 以及他背后的检察官们 2016年 韩国检察院冲进总统府清瓦台 和当时的总统朴槿惠 进行了7个小时的对峙 最终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韩国这个逆天的机构 他们的权力能大到什么地步 为什么连韩国总统听到后都闻风丧胆 韩国检察院全称是大韩民国检察厅 是韩国法务部旗下的机构 成立于1948年 在全国各地设有地方检察厅 由上到下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大检察厅 高等检察厅 地方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支厅 官员由高到低分别是检察总长 高级检察长 检察长和检察官 虽然韩国检察院属于法务部旗下的 行政机构看起来并不是最高权力机构 但由于韩国实行的是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分立制度 而其中 司法部旗下的检察院独立性非常大 以至于最高行政和立法机构都不能干预其行为 检察院的最高长官是检察总长 这个职位虽然是韩国总统任命 但是他却不受到总统换届的影响 也就是总统卸任或被弹劾后 只要在任期内下任总统也无权换掉他 韩国检察院的权力大、独立性强 说它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机构也不为过 韩国检察院享有对刑事案件的侦办和终结的决定权 实行的是检察官独任制 即检察官独立判断所承办的案件 并自行承担后果和责任 也就是说 如果某个地方检察官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有意义 包括他的上级检察长在内的所有上级领导 也只能向其提出参考意见而无权更改其决定 这个杀手锏就让检察官有了生死决定权 能够胜任韩国检察官一职的人 也是韩国专业素质最高的人 因为韩国的司法官员审核制度非常严格 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不到3% 能够成为检察官的这类人更是难上加难 他们在上任后还要经过激烈的岗位竞争 还要不停地掉岗轮换 另外为了不让检察官参与官商勾结影响判案 韩国检察官属于高薪高职的一类人 第一年出任的检察官薪水就能够达到30到50万人民币 而工龄超过10年的检察官薪水能够达到1亿韩元以上 这在世界各国的司法官员中极为罕见 在很多国家检察机构和警察之间是相互配合的 不存在直接管理权 一般都是警察负责案件的侦办 之后将证据提交给检察院 最后由法院判决 三者相互制衡 但是在韩国警察是没有独立办案权的 所有的案件必须提交给当地的检察官来决定 由他们来发起是否要调查嫌疑人 而且当地的检察官可以直接调动 辖区内的警察逮捕嫌疑人 还可以随时发起或终止 警察对案件的调查 一个案件从调查到结案 都是以检察官的个人名义完成的 检察官对案件的结果负责 作为韩国检察院的最高领导人 检察总长尹锡悦 在韩国政坛是绝对的明星级人物 其出行的时候和韩国总统无疑 安保级别和车队 以及道路清场的场面和国家元首 是一样的待遇 而尹锡悦更是下届韩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 他多次抨击现任总统文在寅 说文在寅如果不下台 将是韩国末日的开始 如果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 文在寅将难逃清算 即使是韩国的基层检察官 也拥有三项特殊的权利 一是具有起诉权 即对某个嫌疑人发起起诉的权利 二是警察的调动权 即下令警方对嫌疑人进行司法侦查 三是紧急逮捕和释放权 即对嫌疑人可采取逮捕或者释放的权利 拥有了这三项权利 检察官可以说在地方具有了深杀大权 让警察查谁就查谁 让警察抓谁就抓谁 让警察放谁就放谁 这样各方人士 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业大佬 都要对检察官避让三分 韩国的经济也和司法一样特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像韩国一样 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掌握在几家大公司手中 这就是韩国的财阀 也就是由家族企业传承的超级企业 韩国的五大财阀 分别是三星集团 现代集团 LG集团 SK集团和韩进集团 这五大财团控制了韩国60%以上的经济命脉 涉及到金融 商业 通信 3C 重工 交通 建筑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连军工这种国家型的行业 也被垄断在三星 现代等财阀的手中 其中的财阀之首 韩国三星集团 2021年的总营收 达到了1.5万亿人民币 这一收入相当于韩国全年GDP的10% 也相当于阿里巴巴加腾讯加华为营收的总和 所以在韩国有一句话就是 三星是韩国的 韩国也是三星的 那么 这些通天的财阀 在面对权力值守遮天的检察官时 他们会怎么样呢 实际上 在检察官起诉有犯罪嫌疑的财阀后 大多数都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因为 财阀和韩国的政治体系是密不可分的 普通的检察官如果起诉财阀 大部分都会被下放到偏远的地区 因为虽然他们的判案过程不能被干预 但是在结案后 他们会被行政调理 这样 一生的前途也就没有了 所以 这些检察官在起诉财阀时 会非常谨慎 当然 还是有硬碰硬的检察官 一定要起诉财阀 并坚持把他们送进监狱 这样 他就做好了离开检察系统的准备 因为 韩国对检察官有一项保护制度 也就是 首先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被侵犯 第二就是一种叫做前官理喻的潜规则 也就是 检察官离开体制后 还能够成为一名律师 或者是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 这种机制就保证了检察官 在面对强权时 没有后顾之忧 韩国的最高检察机关 大检察厅内部 有一个特别搜查部 这是一个专门收集和调查 韩国政界和商界高级犯罪人员 贪腐行为的部门 这个部门人员特殊 都是拥有多年行政经验的人员 并且拥有很多高科技设备 通过各种监听跟踪 暗线等手段 来掌握这些人物的犯罪证据 但是至于什么时候起诉他们 都要看检察官的意思 在韩国一部专门描写检察官的电影 《王者》中 一名新任的检察官 被上司叫了特别部 给他看了各种各样 政商民流的犯罪证据 并对他说 这些证据就像泡菜 越放越香 在适当的时候拿出这些证据 那味道才够正 也就是说检察官如果没有起诉一个犯罪嫌疑人 那一定是在等待时机 自从2010年 三星集团的第三代家族成员 李在荣成为三星的社长后 就和韩国的政治体系捆绑在一起了 他和2012年上台了韩国总统朴槿惠 交往密切 2017年 朴槿惠因为闺蜜崔顺石干政事件被曝光后 李在荣也卷入了朴槿惠案 被曝在2013年开始向朴槿惠和崔顺石 行贿300亿韩元 而韩国检察官也早已掌握了李在荣的行贿证据 只是借由朴槿惠案将这位超级财阀拉下马 李在荣被判处两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这一案件也影响了三星的股价 造成了三星的市值大跌 甚至影响了韩国的经济 也因此 韩国总统文在寅 以三星集团为韩国做出的突出贡献为由 更改了保释规则 为的就是让李在荣拥有合法的保释机会 之后 李在荣在服刑了207天 也就是刑期的五分之一后就被保释出狱 但即便如此 韩国检察院也让这位超级财阀受尽了苦头 在刚刚出狱没多久 韩国检察官又以李在荣 涉嫌违反资本市场法和非法使用药物起诉了他 也就是说 韩国检察厅的特别部 可能已经掌握了韩国各大财阀们的犯罪证据 是否起诉和逮捕他们 可能只是实际问题 明太祖朱延章为了掌握 叛国乱党的朝廷罪证 设立了锦衣卫 这个机构独立性极强 只为皇帝负责 权力也非常大 可以逮捕任何人 包括皇亲国企 最后导致明朝上下都对锦衣卫避让三分 而韩国显然是把这套锦衣卫制度发扬光大 并且其权力更大 这些现代锦衣卫连皇帝都能调查 韩国检察院被称为刑事犯罪侦查的王者 可以对所有的国家行政人员发起调查 连总统也不例外 并且是专业调查总统30年 韩国总统绝对是一个高危职业 在韩国至今的11任总统中 有被流放的 被暗杀的 自杀的 被判刑的 被监禁的 只有三位是善终的 包括目前在任的文在寅 韩国检察院对韩国总统的犯罪行为 展开司法调查 是韩国建国以来的传统 即使总统卸任后 仍然要接受调查 而检察院被作为韩国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工具 是从1993年开始 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永三 发起了一场反贪污运动 这之后就开启了 韩国总统被检察院调查的先河 在这之后 韩国检察院就成为了 清算前任总统的主力军 他们甚至会在总统竞选时压保 如果支持某位候选人 就会把其他候选人的黑料 从特别部中拿出大肆宣传 以达到让自己的支持者获胜的目的 而韩国平民总统卢武璇上任后 开始大刀阔斧对检察院进行改革 改革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削弱检察院 而是进一步加强了检察院的权限 卢武璇专门出台了一套 监察总统及其亲人制度 这套制度本来是为了 防范韩国总统及其家人的贪腐行为 以及打击和总统联系密切的裁罚 但是没想到 在卢武璇现任后 被后任总统李明博 拿来调查卢武璇本人及其家人 通过不断的监视和调查 特别是总统夫人的贪污实证 让卢武璇精神崩溃 最终跳崖自杀 而陆璇的同党文在寅上任后 就立刻把李文博拉下水 韩国总统就是这样 不断清算 不断被清算 周而复始 而检察院在其中充当了清算工具 所以在朴槿惠案中 检察院早就做好了准备 只是在等待时机 而朴槿惠的闺蜜崔顺时 利用总统的关系 把自己的女儿送进韩国的顶级大学 结果 女儿不好好学习天天炫富 引起了学生的反感 开始上街游行 这就给了检察院一个天大的机会 以朴槿惠亲信干政的理由 派遣特别调查组 冲进清瓦台总统府 把里面的文件翻了个底朝天 朴槿惠身为总统 都无法阻止这种行为 特别调查组 不仅突袭了总统府 还突袭了三星总部 高强度审问三星社长 李在荣22个小时 最终获得了朴槿惠受贿的事实证据 再之后 就是媒体的大肆爆料了 朴槿惠事件经过一再发酵 在任期还未结束 被判处22年有期徒刑 到了韩国卸任总统文在寅 显然已经意识到 如果不改革检察院制度 等到他卸任后 一定会出现同样的下场 所以开始司法改革 目的就是削弱检察院的权力 而目前相关法案已经通过表决 韩国警察也是第一次 有了和检察院平起平坐的权力 韩国检察院一方面 拼命揭露韩国的黑暗面 一方面又成为了 高层权力斗争的工具 所以之后的韩国总统 都会下决心进行司法改革 不让检察院成为韩国司法的独留 成为霍国殃民的现代警衣卫 当正义有了角度和立场 那么他就不再具备纯粹性 只有获胜的一方才被认为是正义 这样的话 代表正义和公正的检察院 就不再能够发挥其作用了 就像《亡者》那部电影一样 结尾的检察官为了扳倒检察总长 对媒体宣称要竞选韩国总统 而他的口号就是为了司法公正 为了韩国的民主主义 而他的一番话也说明了公众 需要的是绝对的正义 而不是相对的正义 好 这个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 记得关注小安哥拉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